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倫 今天要帶大家去吃烤腸 不過這家烤腸最特別的就是 它不是一般那種傳統的烤腸 它是年輕人最喜歡的烤腸店 它把大腸就是切碎之後 然後跟很多料理一起炒在一起 我覺得對那種 有些人不敢接受烤腸 那種油膩的感覺 就很適合來吃這一家 而且這家真的很好吃 我們現在就快點去吃看看吧 明日也是超級多人 這邊就是像這樣的烤腸 不是傳統那種油油的 然後它就是會跟很多料炒在一起 然後這個是蔬菜的 這個就是一般的 烤腸來了 我們點了一般的烤腸 跟蔬菜烤腸 然後還加了大蒜 吃吧 先夾一個烤腸 然後沾這個 蛋黃醬 然後再加上韭菜 包在一起吃掉 吃烤腸 超好吃的 而且它看起來很辣 可是其實不會辣 上次帶我媽來吃太多 好好吃 好 搭配蒜頭也超好吃 補充東西 補充東西都是自助式的 有芝麻葉啊 韭菜啊 然後這個是蛋黃醬 跟泡菜 對 其他醬料也都有 菜烤腸還有冬粉 超好吃的 它的烤腸呢 是那種脆味的 然後吃下來也不會有豬的臭味 也不會太油 所以我覺得很好吃 尤其是對那種怕內臟的人 他就是完全沒有內臟的腥味 然後怕辣的人也OK 也不會辣 就真的很好吃 然後搭配這個芝麻葉 又有不同的感覺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不然就有人要來吃 朋友第一次吃烤腸 我第一次吃 而且是第一次吃這種料子 就在前面也沒有吃過 然後我覺得 他第一次超不腥的 然後吃起來超Q超脆的 超好吃 快吃 好吃 好吃 耶 完食了 我們剛剛兩個男生吃了兩份烤腸 覺得還是 有一點不夠 如果覺得不夠可以再加點炒飯 可是因為我們等一下還要去吃其他東西 所以就不加點炒飯 我上次來有吃他們的炒飯也是蠻好吃的 超好吃 吃得超乾淨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超好吃的 然後 現在還一有味盡 就是這一家 Fuyas 然後 真的很推薦給之前不敢嘗試烤腸的人 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他的調味啊 或是腸的味道都 很好吃 很可以接受 就是 一般人也都很可以接受的那種 然後這一家 在宏大 也有其他家分店 不過是吃宏大店 然後大概在八號出口就不行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幫我按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如果想看我吃什麼其他的料理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那就這樣啦 謝謝大家 掰掰